我快死了,女友柳如烟也是,可只要我先死,我的遗体就会被解剖研究,为柳如烟争取最后的希望。所以柳如烟天天催我快去死,所以我自杀了。 西炭自杀,足量的一氧化碳足以混淆我的肺部症状,废掉他想要研究我遗体的计划。 半年前,柳如烟逼着我去国外领证的国家离婚,我们的船偏离航线沉在了一处未开放海域里,吸入了大量被污染的水,造成肺部感染。 半年后,我们双双卧病在床,危在旦夕,那片水域是废水区,没人进去过,也没有人因为这个荒唐的理由死掉。 没有案例,因此就算柳如烟有再多的钱,医生也没有办法给出明确的治疗方案。 柳如烟双眼心红指向刚做完化疗,头发被剃光的我,她不是案例吗?只要她死了,你们不就能研究了吗?还知她干嘛? 她那么穷,给不起化疗费的。我们医院不给穷人治病,规矩都忘了吗? 我确实没钱,离婚的时候,柳如烟伪造了一大堆证据,颠倒黑白说我婚内出轨,只是我近身出户,连爸妈留给我的遗产都赔了。 医生无奈地挠挠头,不满柳如烟的自私做派,又不敢对自家医院的股东大小生。 我们不能不管啊,柳如烟眼睛睁得大大的,不可置信看我,你哪来的钱?我明明已经把你的卡都停了。你找哪个女人要的钱,你是不是去卖了? 我冷笑一声,转头走进了隔壁VIP病房。在她眼里,我早就成为一个除了拿她钱吸她血一无是处的男人了。 尽管曾经我们那么相爱,我花光了我所有的积蓄,变卖了所有财产,凑够了一个月的治疗费。 我只有一个目的,能拖一天是一天。我晚一天死,我的遗体被拿去做研究的时间就少一天,柳如烟就少一点希望。 柳如烟,我不会再救你第二次了,或是小姐姐来做例行检查,眼泪止不住地掉。 波哥,你还那么年轻,怎么救?你前妻真不是个东西。 我笑了笑,递过去一张纸巾。小护士刚来,学不会藏情绪,我已经知道我日子快到了。 我努力屏蔽隔壁房间柳如烟大喊大叫的声音,将所有药放进随身的小包包里,帮我办理出院吧。 我想回家看看我死在和柳如烟结婚的那个小屏房里。 死因是天然气中毒。半年前,我还在这个厨房天天给柳如烟做饭,直到一天,家里的天然气坏了。 我要不要找人修,但当时发生什么了呢? 对了,好像因为他的助理闹辞职,他发动全公司哄他去了。 我也没了修了的心思,家里很安静,天然气泄露的声音竟然一清二楚,像是死神的倒计时。 我给柳如烟拨去了电话,不出所料被当场挂断。 他的助理很快打电话过来,柏哥呀,你已经和刘总离婚了,有事就走我这预约吧,别打扰刘总休息了我扬起一抹自嘲的笑。 被难闻的气味呛得咳嗽了好几声。 小助理继续夹着嗓子说话,柏哥呀,你跟我装虚弱可没用呢,毕竟我现在得天天照顾刘总,没空来照顾柏哥你了。 我咳了好一阵子,喉咙紧的几乎发不出声音,我要死了,如他的愿了,你让我跟他说句话吧。 柳如烟的声音从一旁传来,行行行,有话快说吧,看在你愿意给我做研究题的份上,我大口大口呼吸,说出了最后几个字。 柳如烟,我后悔了,我不等你了。 我们一起死吧,人在死亡的时候,听觉确实是最后消失的。 所以我听见了柳如烟的辱骂声,还有小助理肆无忌惮的嘲笑声。 都是快死的人了,还说什么狠话,你都死了,除了刘总有人替你收尸吗? 你还得感谢刘总吗?离婚都治不了你的嘴硬吗?是该让你好好吃吃化疗的苦头了? 明天我就把你的化疗断了,看你还嘴不嘴硬,等着来求我吧,真是奇怪,活着的时候天天催我死。 现在我真的死了,又不信,在有意识的时候,我竟然回到了病房。 要不是我看到自己飘着的样子,我还真以为我被救了。 是啊,我没亲没有的,唯一一个有点关系的前妻还天天盼着我死。 谁会来救我呢?我似乎只能跟在柳如烟身边。 那个小助理好像叫肖肖,我到现在都不知道她的大名,也没兴趣去知道。 肖肖这个名字是柳如烟给她取的花名,柳如烟说最爱看她笑,她的笑声确实很好听,清清朗朗的,像是有用不完的活力。 和我被感染的破罗嗓子完全不一样。 肖肖将柳如烟放在她小腹上的手拍开,刘总别取消我了,人家都要钻到地里去了,柳如烟难得地露出了笑容,又没说你胖,有点肉肉刚好。 证明我养得好这句话我也听过的。 刚遇到柳如烟的时候,我不爱吃饭,瘦得跟竹竿一样,他们都叫我清冷美人呢。 柳如烟一个大小姐学了好几个月才学会煲汤,每天监督我喝汤。 她鼓着腮帮子辩解,你身上有肉了才能证明我把你养得好呢。 我要让全世界都知道我把我们小伯照顾得多好。 那个时候,照顾得确实很好的。 好到后来她不爱我了,我还固执等了许久。 柳如烟笑累了,猛地咳嗽起来,饮得萧萧满脸担心。 都怪我,刘总,我不逗您了,您一定要好好的呀。 柳如烟咳得满眼通红,似乎才想起我来,让人去隔壁把我叫来。 陈先生昨天就已经出院了。 什么?出院了? 柳如烟猛地从床上坐起来,手中的塑料汤匙被捏得变了形。 我抱着手好奇地歪头观察。 柳如烟,你在紧张什么呢? 是在紧张我快死了,还是紧张实验对象飞了? 半上,她表情回归淡然,眼神中满是不屑。 没钱了,被赶走了吧。 算了,替她再交一个月让她回来住吧。 估计她也撑不过一个月了,想了想。 柳如烟又补充了一句。 我还指着她捐献遗体活下去呢,照顾我的小护士正在焦急地给我打电话。 却怎么也联系不上我。 路过柳如烟的病房,她忍不住冲进去对了一声。 伯哥才不用你可怜,她交了一整个月的费用。 她是自愿出院的,柳如烟皱着眉头不说话了。 她的脸崩得紧紧的,目光落在手机屏幕上。 且,欲擒故纵萧绣绷紧的神经这才松懈下来。 顺着道,怎么都过去这么久了,伯哥还在用这个方法。 估计一会又要找人来说自己出事了。 让您去看她呢。 三,萧萧鼓着嘴,一副委屈模样。 柳如烟想到之前,也放松下来。 你跟她计较什么? 窝囊废坝了柳如烟刚和萧萧鬼混在一起的时候。 我不知怎么了,学起了电视剧里的手段。 柳如烟,我不舒服,你今天能回家吗? 柳如烟,家里的天然气坏了,我不会中毒死了吧? 你能回来看看吗? 柳如烟,我发烧了。 喘不过气来,你能不能回来送我去医院? 一个晚上,我想了三个理由,打了三通电话, 却一次也没有把柳如烟叫回来。 第二天,她带着萧萧回来,将离婚协议放在我面前。 萧萧站在柳如烟身后半步, 不经意将衬衫解下两颗扣子,露出一脖子的草莓印。 那一刻,我意识到柳如烟是真的不爱我了。 柳如烟的病情恶化得很快, 尽管用了国内最先进的医疗设备, 也常常痛苦地睡不着觉。 萧萧陪在她身边,整夜整夜地不睡。 我有些看烦了,怎么剧情推进得那么慢? 我要是萧萧, 这个时候就该跟柳如烟要一场盛大的婚礼了。 要不然,人没了,婚没结,财产还怎么转移? 萧萧出去接了个电话, 事情办成了没, 你怎么还没发病? 快点啊,她都要撑不住了, 哦,原来是在加筹码。 她挂掉电话, 我看了看手机通话界面, 备注显示是弟弟, 真是个狠人, 难怪我抢不过。 没过几天, 我死亡的消息还没来, 柳如烟有救的消息就来了。 南边的县医院里收录了一个症状和柳如烟一模一样的病人, 据说也是在那片海域迷路了。 萧萧将消息带来时, 柳如烟盯盯着她的眼睛看了许久, 眼神中是化不开的感动。 萧萧将她搂进怀中, 薄薄的病号符在此刻显得格外碍事。 柳如烟开口, 萧萧, 你真是我的福星, 萧萧将喜极而泣的柳如烟紧紧抱住。 我愿意一辈子做你的福星来了来了, 要开口要婚礼了, 萧萧, 我可以做你一辈子的小福星吗? 柳如烟一愣, 竟然撇开了头。 她估计也想起来了吧, 那是我跟她求婚时的台词。 萧萧, 嫁给我吧。 做我一辈子的小福星柳如烟咳嗽了一阵。 岔开话提到, 陈伯还没有消息吗? 医生们摇摇头, 我的手机估计已经没电关机了, 电话谁也打不通。 那套房子, 除了我估计也不会有人去了, 真不知道我的医体什么时候能被发现。 萧萧闹了脾气, 都跺脚走了。 柳如烟既然没有上去追, 手机界面停留在我的聊天界面, 拨通语音电话, 无人接听。 柳如烟似乎感觉被侮辱了, 摁下语音条, 你以为现在跟我闹脾气还有用? 我们都离婚了, 识相的话快点回消息。 外面喧闹起来, 我好像听到了自己的名字, 照顾我的那的小护士听完蹲在走廊里嚎啕大哭起来, 被医生揪着领子骂。 一点医护人员的素养都没有, 在这里哭像什么样子? 小护士捏着拳头反抗, 他是我第一个病人, 他死了, 却没有一个人为他掉眼泪。 我就要哭, 我要让他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人记得他。 我笑了, 真是个傻孩子。 柳如烟被打断了思路, 手指上滑关带我的聊天界面, 将头探出去, 吵什么? 谁在哭丧? 四! 小护士看见他, 大笑起来, 你老公死了, 被你咒死了, 你满意了? 柳如烟一愣, 随即冷笑起来, 你是我的员工还是陈伯的员工? 他能给你多少钱让你这样帮他说谎? 柳如烟的语气冷下来, 让陈伯回我消息, 不然我就开除你, 小护士将护士帽砸在地上, 老娘不干了, 你老公接不了你的电话了, 你慢慢后悔去吧, 我的眼眶不自觉红了红, 真傻, 何必为了一个素不相识的人丢掉高薪工作呢? 柳如烟的私立医院, 就连小护士的工资也比其他医院的医生高上好几倍呢? 我等了等, 柳如烟没有要相信的意思, 他重新打开我的对话框, 语气染上了不耐烦, 离婚前就用这样的方式, 现在还这样, 有点长进吗? 你不就想骗我去看你和好吗? 我都说了咱俩结束了, 你烦不烦哪? 我告诉你, 别以为你自己很重要, 我找到其他同症状的病人了, 不需要你也能治好, 你要是回来跟我认个错, 我就大发慈悲给你治疗, 要是还耍脾气就等着死吧。 我听到柳如烟握着手机喃喃自语, 骗谁呢? 一起沉的船, 症状都一样, 怎么可能死那么快都是要死的人了? 还这么折腾, 也不嫌累柳如烟似乎是把自己聊通了, 一先被子去找萧萧了。 我冷笑一声, 我们确实是一起沉的船, 可也是我把他救上来的。 柳如烟前一天喝了大酒, 喝到一半就在助理的窗躲下, 硬拉着我去国外办理离婚手续了。 船沉的时候, 他运船加上酒精中毒, 醉得不省人事。 船上只有两个呼吸面罩, 我给他戴上面罩, 套上救生衣, 费力将他拽着往岸边游。 剧烈运动下, 我的氧气面罩很快就用完了。 索性船上有求救信号, 周围的巡航舰很快就起了我们, 驶离了那片海域。 我的手机已经报废, 海员跟我们语言不通, 正好萧萧的电话打来, 海员们像遇到了救星。 让萧萧找人来救我们, 醒来之后, 柳如烟断片了。 我面无表情帮柳如烟回忆, 萧萧却在一旁委屈。 伯哥, 你说是你救了刘总就是吧? 毕竟我只是个小小助理, 被人抢了功劳也是正常的萧萧掉出通话记录, 有当地海员和警官的作证下, 我成了抢他功劳的人。 我自嘲一笑, 没关系, 柳如烟, 这是我最后一次救你了柳如烟冷哼一声, 你有点太自信了吧, 我会需要你救。 确实, 他是上市公司年轻有为的老板, 我只是一个家庭主夫, 上门的坠续罢了。 柳如烟想到了萧萧三番五次救他, 放下身段去哄。 刚才是我不对, 你放心, 萧萧你救了我两次, 我一定会对你负责的等我找到陈伯, 跟他离完婚, 我们就立马结婚萧萧这才笑出来, 要求道, 你们是在国外结的婚, 不影响我们在国内结婚的他这副猴急的样子, 应该是已经知道我死了吧。 那他又在怕什么呢? 怕我成为死去的白月光, 让柳如烟回心转意吗? 不可能的, 他不会再回头了, 柳如烟没有让我失望, 他笑了笑, 摸着萧萧的脑袋, 好, 听你的县城里, 那个病例还没转移到柳如烟的医院来, 就病情恶化死了。 医生们紧锣密鼓, 开始研究病例, 柳如烟沉默许久, 叹了口气, 吩咐公司给试者家属打五百万未问津, 萧萧这两天开心得有些过头, 衣服手表都换了新的。 柳如烟有些不解, 什么是这么开心? 呜, 萧萧面色有些尴尬, 干脆凑过去稳住柳如烟的嘴角, 你快好了, 我当然开心了柳如烟盯着萧萧, 眼神却好像透过萧萧在看隔壁病房, 陈伯, 怎么还没消息? 医生喊萧萧过去拿他们新研究出来的配方药, 柳如烟下意识喊住萧萧, 拿两份萧萧愣住了, 柳如烟自己也愣住了, 拜上柳如烟一皱眉, 算了, 先去拿把萧萧走后, 柳如烟下床来到了隔壁房间, 隔壁房间空荡荡的, 一直没有新人住进来, 他走到床头柜上, 拿起一个陶瓷小狮子, 小狮子身上有碎裂的痕迹, 又被重新拼好, 丑丑的, 忽然, 他猛地咳嗽起来, 小狮子从手中脱落往地上掉去, 柳如烟下意识趴到地上, 看看接住了小狮子, 脑袋磕到了床脚, 血顺着眼眶流下来, 他顾不上擦血, 攥着手机往医院外跑去, 无人接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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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如烟随手拦了一辆出租车, 司机问他去哪, 他却答不上来, 公司, 不对, 去员工宿舍, 不对, 去海边, 不对, 回, 小河山庄过了那么久, 我又跟着柳如烟回到了小河山庄, 那个小平房, 我们曾经的家, 我死掉的地方, 门口已经被封住了, 门大开着, 客厅地板上画了个人形, 安保拦着不让他进, 他像是没听见一般往里闯, 凭什么不能进, 我是护主, 我要进去找我老公, 安保这才带着比翼的眼神望过来, 原来是你老公啊, 那怎么警察说联系不到人呢, 柳如烟在屋子里乱逛, 小心翼翼捧着那个小狮子, 生怕他摔了, 陈伯, 你到底在哪里, 我好奇地看着地上那个人形标记, 死的姿势也太丑了, 还好没什么人看见, 柳如烟将小狮子摆在桌子上, 擦了擦, 又拿起来摆在卧室里, 陶瓷小狮子是我妈留给我的, 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所以我都是走到哪里带到哪里, 估计是看到这个小狮子被落在医院, 柳如烟才真的相信我出了事情, 当初那个给我承诺的人, 如今却连我什么时候死了都不知道, 那是结婚前的那场单身派对, 我在柳如烟的一众富二代朋友中, 显得很拘束, 他们在肆意地聊男人女人的话题, 聊这个圈子里, 有钱人不可能一生只爱一个, 如果一个人真的是一生只睡一个异性, 那一定是睡其他人没被伴侣发现, 男女都一样众人哈哈大笑, 柳如烟不以为然, 认真地说, 我就不是, 我这一辈子一定只爱陈伯一个人, 这下他朋友都笑出了声, 你这种承诺呀, 我见多了, 就没有一个有钱人能守信的柳如烟眼中的光按了下去, 半晌, 他拉过我的手, 一字一句道, 伯伯, 至少我可以承诺, 我会永远爱你, 如果哪天我犯魂了, 你可以打我, 可以骂我, 但可不可以不要跟我离婚, 可不可以等等我我捂住他的嘴, 你不会犯魂的, 我相信你柳如烟湿润了眼眶, 紧紧稳住了我, 屋内一片欢呼声, 他撒娇道, 那我们约定好, 不管发生什么, 我们都要互相等等对方, 我会永远等你回来的, 伯伯那时的我满眼都是幸福, 好, 我会等你的, 如烟在后来, 柳如烟好像忘了这个约定, 萧萧闹离职, 柳如烟彻底装不下去了, 上演霸道女总裁的戏码挽留萧萧, 那一晚, 全公司都在帮着他们打掩护, 任由他们在雨中拥吻, 柳如烟提出离婚的时候, 我拒绝了, 我看着他的眼睛, 我答应过你, 我会等等你柳如烟却说, 忘了吧, 陈伯, 我们之间已经没有爱了, 我不会回来的, 六, 我执拗的不愿意离婚, 坚守着婚前的那个承诺, 知道柳如烟将我拉上那艘船, 将救命恩人认作萧萧, 甚至强迫我签下一体捐赠书, 来给他换取生的希望, 此时柳如烟蹲在床边哭得像个孩子, 伯伯, 你答应过我的, 等等我, 等等我, 我就回来了, 我不愿意等了, 我甚至后悔答应等你了, 柳如烟, 警车的声音在窗外响起, 柳如烟被带出了屋子, 陈伯先生是因为天然气泄漏导致的煤气中毒而亡的柳如烟愣愣地看了看警察, 又哭又笑, 是我, 都怪我, 那天伯伯说了天然气有问题, 我怎么就没修呢, 警察试图稳定柳如烟的情绪, 不用担心, 你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不构成间接杀人柳如烟却摇头, 不是的, 都是我害死了他, 都怪我, 我有些惊讶, 他竟然还记得, 他竟然会愧疚, 早知如此, 何必当初呢, 柳如烟忽然抬起头来, 不对, 他一定还没死的, 他不可能死的, 他最坚强了, 怎么会死呢, 他没死, 萧萧从屋外进来, 掺着柳如烟就准备往外走, 不好意思呀, 给你们添麻烦了柳如烟将手臂从萧萧怀中抽出来, 定定看着他, 忽然, 他张口问道, 我那天说了谁都不要打电话, 你为什么会突然打电话过来, 萧萧愣住了, 哪天, 我和伯伯出事那天, 我瞪大了吃瓜的双眼, 这原来不是一个意外吗, 怪不得我连死都没死安生, 一直跟着柳如烟, 原来是因为我也觉得自己的死因有问题, 柳如烟冷冷地看着萧萧, 警察同志, 好好查查他, 我要去找我老公了柳如烟捧着小狮子, 穿着病号服在城市里乱逛, 我们一起越过会的咖啡馆, 电影院, 海边, 我一个人住的员工宿舍, 我的老家, 妈妈的墓碑旁, 没有我的身影, 柳如烟将小狮子放在我妈妈的墓碑边, 笑着开口, 阿姨, 伯伯跟我闹脾气呢, 今天就只有我来看您了, 您帮我找找他好不好, 我找不到他了, 柳如烟不肯吃药, 非要配两副一模一样的药材肯喝, 我要跟伯伯一起喝药, 一起好起来, 你们不许只给我喝不给他喝, 他找回了那个小护士, 把一张五百万的卡递给他, 你带我去看看伯伯好不好, 求求你了, 你要多少钱我都给, 小护士将卡丢在他脚边, 冷哼一声, 我不会告诉你伯伯埋在哪里的, 你就后悔一辈子吧, 别摆你资本家的臭脸, 我不缺钱, 我伯伯也从来不缺钱, 我欣慰地笑了, 小护士应该是收到我生前给他转的钱了, 我的后事应该也是他替我操办了, 只可惜, 我见不着自己的墓碑了, 他应该会帮我选一张好看的照片的吧, 柳如烟消化了好一会, 才难难道, 不可能啊, 小小说, 他一直在花我的钱啊, 他怎么可能还有钱小护士呸了一声, 宁愿相信目的性那么强的男见人, 也不愿意相信一路陪你走过来的丈夫, 你真可悲, 怪不得柳如烟对我越来越有意见了呢, 原来是萧萧一直在吹耳旁风啊, 不过都不重要了, 反正该不信的人说什么都会不信的, 医生好几次都是打了镇静剂之后强行输液, 才将要注射进柳如烟的体内, 我抱着手点头, 柳如烟, 既然你后悔了, 你确实不应该那么早死, 警察那边传来一段影像, 是当年在海外遭遇意外, 是地方海员的笔录, 海员说了, 我为了救柳如烟, 自己暴露在空气中许久的事情, 而这段话, 被萧萧翻译成了, 我和柳如烟因为运气好, 遇到了海员, 海员接了他打来的电话, 才对以获救, 柳如烟握紧了拳头, 自嘲地笑, 伯伯, 我真该死, 我点点头, 你确实该死, 柳如烟接了的电话, 他去查了那笔五百万的慰问金的去处, 发现收款人正是萧萧, 气, 萧萧利用了自己欠债的弟弟, 引诱他去做医学实验, 告诉他在那片海域待一段时间, 弟弟不知道这个医学实验, 是要研究自己的医体, 喜滋滋等着哥哥来救他, 却死在了转院的路上, 而萧萧则是用一条人命换了五百万, 还换取了柳如烟的信任, 差点坐上了豪门老公的位置, 除此之外, 那场海难也是萧萧策划的, 根本就不是意外, 而是他买通了船员, 在设定好的时间和路线迷路沉船, 也是他拿走了船上的备用氧气罩, 因为他笃定我一定会救柳如烟, 我觉得真是讽刺, 连他都相信我, 柳如烟却不信, 柳如烟被气笑了, 一口鲜血从嘴里喷出来, 伯伯, 我怎么那么蠢啊在抬头, 他的眼神一片冷意, 警察要抓萧萧的时候, 人不见了, 柳如烟躺在病床上一脸无辜, 我不知道啊, 我不愿意跟他结婚, 他就逃跑了, 我的身子忽然一清, 我似乎感觉到自己在消散, 身边有个男生抱着手漫步惊心开口, 执念消了, 自然就要投胎了, 我惊讶到, 你是黑无常还是白无常, 男生有些无语, 我是系统, 我更无语了, 就是你让我没法投胎, 非得跟着他, 男生很无辜, 跟我没关系, 那是你的执念, 我嘴硬, 我早就不爱他了, 他怎么样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男生点点头, 出轨的女人确实不值得原谅, 不过至少你知道了, 你不是因为意外而死的, 是有人作局我贪贪手, 你不如给我开个重生复仇的系统, 让我自己报仇那男生努努嘴, 看他们反目成仇, 看渣女替你报仇, 难道不会更爽, 我有些理解不了系统的脑回路, 不过看在他帅的份上, 决定不跟他继续伴嘴了, 警察离开后, 柳如烟的眼神冷了下来, 两个保镖架着一个皮肤腐烂的男人进了病房, 柳如烟看了一眼对方, 还有力气走路, 泡得不太够啊, 男人开口, 却在无曾经清朗的嗓音, 声音沙哑得分不出男女, 求你了, 放过我吧, 我再也不敢了, 好啊, 你把伯伯找回来, 我就放过你, 萧萧再也忍不住, 沙哑的嘶吼, 他已经死了, 你何必呢, 我们好好过日子不好吗, 柳如烟听到我的死讯, 眼中的冷意进退, 表情迷茫起来, 半赏, 他木讷地摇摇头, 不好, 我答应过伯伯, 永远都会爱他的, 我不能爱上别人, 他也答应过我的, 会等我萧萧死了, 警局忙翻了天, 好不容易找到了这两起案件的凶手, 凶手却死了, 柳如烟抱着小狮子坐在警局时, 肺部感染已经痊愈, 他笑得像个孩子, 坏人就该死柳如烟被枪毙前, 系统又出现了, 系统依旧抱着手, 眼神有些悲伤, 他死后, 你们会有短暂的时间能互相看见彼此, 想好要对对方说什么了吗, 我摇摇头, 别见了把男生叹了口气, 爱了一辈子的人, 唯一的人就这么落下结局吗, 我认真想了想, 我确实不想再跟柳如烟有任何联系了, 帮我脱离吧, 我也知道结局了, 可以走了, 我的眼前出现了灰马灯, 我和柳如烟相遇, 那时他还是个穷姑娘, 柳如烟做成了第一单生意, 抱着我给他的合作方介绍, 这是我男朋友, 我的小福星, 我和柳如烟相恋五年, 我向他求婚, 你愿意做我一辈子的小福星吗, 柳如烟在厨房笨手笨脚学着煲汤的样子, 柳如烟摸着我的肚子皱着眉抱怨太瘦了的样子, 柳如烟撒娇着要抱抱叫叫的样子, 柳如烟认真的许诺未来的样子, 柳如烟的公司上市的那一天, 他意气风发的样子, 我生了场大病被迫辞去了工作, 柳如烟哄着我说养我的样子, 柳如烟皱眉看我买东西的样子, 他忘了我在认识他之前, 就不缺钱花, 我有个做瓷器很有名的妈妈, 再后来, 柳如烟说我总乱花钱, 不为他考虑, 柳如烟将手机膜换成防规膜的样子, 柳如烟对着手机傻乐的样子, 柳如烟皱着眉不让我去他工作, 柳如烟被撞破出轨恼羞成怒砸碎小柿子的样子, 柳如烟道歉的样子, 柳如烟因为萧萧的离职而手足无措的样子, 柳如烟大醉, 拉着我去离婚的样子, 柳如烟说不要等我了, 陈伯, 我不会回来了, 你烦不烦, 你还有没有尊严, 跟我去离婚, 不然你一分钱也别想拿到陈伯, 你真的很笨, 你该不会觉得跟我离婚了能分到钱吧, 你以前不是这么势力的人, 你变了, 陈伯, 你去死吧, 你死了我就有希望活下去了, 你怎么还不死, 我受够了这个病了, 你快去死啊, 捐医体做研究给我开药, 伯伯, 你在哪儿, 你明明答应我的, 会等我的, 眼前一片虚无的时候, 我听到了枪声, 再也不见吧, 柳如烟, 这一次, 我不会等你了, 听觉依旧是最后消失的, 我听见柳如烟的声音, 伯伯, 你原谅我好不好, 给我赎罪的机会好不好, 我下辈子还要跟你在一起, 南生清冷的声音传来, 别狗叫了, 他让我跟你说, 不会原谅你的全文碗, 我下辈子还要跟你在一起,